李家大院是清治民国时,西近南首富李慈用的家宅,是见乌青道光年间,坐落在山西莫容县沿景村,于乔家大院,王家大院,并称为晋商三地连,素有乔家看明,王家看愿,李家看善,直说,山西李家大院,李家大院,不见李家立土,不起家,依亦智利,利益相继,世代富而不教,富而不舍,富而行人,其善行善举使,完贪之人思连,懦弱之人思利,混沌之人思变,怀利之人思善,李家的经商史,及其树在人尊古,中树的经商史 家规家风,至今还有参照的意义,他们立是乐善好诗的一句,更让人肃然起敬,李家大院,家训李家大院创建乌青道光年间,距今近二百年,园友院落二十祖,建存院落十一祖,另有祠堂,花园等,整个建筑为树井是聚材形赐和院,同时又希腊了灰式建筑风格,融合了中国南北两大建筑特色,富院落群不列有序,层次分明,体量宏厚,用材肥瘦,结构严谨,坚固耐用,通风透光,守飞森严,装饰考究 古朴典雅,整体建筑为树井是聚材形山西四合院,同时吸纳了灰式建筑风格,因李子用分留学英国,部分院落为哥哥市建筑,市拿北融会,中西合璧,三进五匹的建商大院,浓缩住汉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,有住极高的文化价值,艺术价值,李家大院四合院建筑群,传统的四合院,藏风聚气,精致的大宅门接地通天,李家大院建筑的团雕,石雕,木雕级别一等饰品,处处显示住几南民,兼多 三星高照,五福临门,松赫元年,耕独传家,富贵平安等吉祥含义,形象生动地体现了近南的民俗,民风和文化特点,令因西院院主体道号李子用留学英国,娶英国女子,麦克蒂伦为七部分院落为欧洲,哥哥市建筑风格,从而又呈现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艺术特点,是全国众多富有地方特色民居中的一朵奇葩,李家大院精美团雕系楼建筑装饰,艺术,是李家大院老院建筑中的点睛之笔,分布在老院建筑的作品,是李家大 多个重要部位,中国古建筑装饰的原则是,建筑必有图,有图必有益,有益必吉祥,兼具装饰和实用功能的团幕,十三标一级彩绘会和叠译,丰富的内容题材,含后名人意识,文学作品,戏剧唱本,宗教神话,风俗民情和社会生活,精湛的雕刻技艺,体现出极高艺术和审美价值,李家大院,古建筑化,走进李家大院,犹如仇尽吉祥的怀抱,那错落有志,故乡古色的传统民居,精团高墙,照些吃稳 的项目老街,各式各样,精妙绝伦的团幕石雕,千字百态,无所不备的刺法,卑贴,展示里的创业,经商,善举史等等,既让人大饱眼徒,又令人毁类无穷,李家大院正以奇博大惊,深的内涵向中外游客,展示其永恒的魅力